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 目前的政府令到很多人无法脱离贫穷 但之所以会是这样 却是因为人们没有依照法则思考和行动所造成 如果所有人都开始依照这本书所建议的方式去做 这样无论是政府还是工业体制 都无法阻挡他们自负 反而是所有的体制都必须顺应着这个趋势而修正 如果人们可以拥有追求成长的意愿 可以拥有确信自己可以自负的信心 而且以着这些必要自负的决心向前迈进 这样就没有任何因素可以令到他贫穷了 一个人无论是在任何时间 或者在任何政府的管车之下 都可以开始依照法则去行 开始让他们自己变得富有 而当这样做的人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将会引起整个社会体制改造 也会为其他人开放更加多的可能性 世界上如果有越多人透过竞争性的方式自负 对其他人会造成越多的损失 而如果有越多人透过创造性的方式自负 对其他人就越有益处 唯有当更多人运用这本书所说明的法则 成功自负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达到让人远离贫穷的目标 因为这些人将为他人展示自负之道 而且要获得完整生命的渴望 绝对可以获得完整生命的信心 以及必定要获得完整生命的决心来激励他人 但是就现阶段而言 你只要知道 无论是政府 还是产业界的资本主义竞争体制 都没办法对你的自负之路造成阻碍 只要你可以将自己提升到创造的世界 这样就不会受这一切的牵制 你将可以成为另一个国度的指纹 不过 要记得 你必须将一切思想都维持在创造的世界中 无时无刻都要注意 不要让自己落入认为世上资源有限 或者想采取某些行动 压止世上各种竞争行为的思维之中 一旦发现到 自己落入旧有的思考模式的时候 请立即修正自己的想法 因为一旦落入竞争性的思维之中 就会终止与那个至高无上的智慧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不要浪费时间计划 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急难状况 顶多只要针对可能影响你今天采取的行动之事 以定处理方针就可以了 你应该关心的是 如何可以以最能够带来成功的方式 做好今天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去担心 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 状况真的发生的时候 再去处理也来得及 经营事业的时候 除非障碍已经在眼前 而你可以确定如果不再改变方向 就会无办法避开这些障碍 否则就不需要预先烦恼 未来如何克服种种障碍 无论远方有多大的障碍物存在 只要你依旋法则而继续前进 就会发现 当你接近那个障碍物的时候 因不是那个障碍物会自动消失 因不是就可以越过它 转过它 穿过它 或者绕过它的道路是会自然出现 照着这样的既定科学法则 去寻求致富的人 绝对不会被任何状况击倒 依照这个法则去做的人 必定可以致富 就好像二乘以 永远都会得到四一样 不用为那些可能发生的灾难 障碍恐慌等等 每个人都不希望遭遇到的状况而忧心 即使真的发生这样的状况 你都永远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善加处理 而且事实上 每个困难本身 都会带着要解决这个困难所需要的一切之缘 要特别注意从口中说出的词句 永远不要以会让自己 或者别人舌弃的方式谈论你自己 谈论你所遭遇的事 谈论任何一切 永远不要承认失败的可能性 也都永远不要说出暗示可能会失败的说话 永远不要说时机不好 或者产业前景堪如之类的说话 对那些在竞争面上的人来说 或者时机真的不好 或者产业前景真的堪如 但是对你来说 情形永远不会是这样 你可以创造你所需要的一切 你可以超脱出这种恐惧的 当别人都遭逢艰难 事业不信的时候 你将可以找到最佳的机会 要训练自己 让自己可以以这个世界正在形成 正在成长之中的角度 来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 而且了解那些看似罪恶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还未完全成长 永远都只谈论和成长相关的信息 如果不这样做 就是在否定你的信念 而如果否定自己的信念 就会失去信念 永远不要让自己感到失望 或者你期望在某个特定的时间 可以得到某件事 但是就没有在那个时间得到 虽然这个状况看起来好像是失败 但是如果你可以继续抱持着这个信心 就会发现大败 不过是表伤而已 继续依尝法则去行 就算没有得到你要的东西 之后也会得到某个更好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看似失败的状况 事实上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有一个学生在学习了这门科学之后 决定要进行一个有关企业合并的工作 这个是他那时非常渴望可以完成的工作 而他也花了数个星期的时间来安排这件事 然而当决定性的时刻来到的时候 整件事他因为完全没有了想到的因素而失败 看起来就好像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偷偷和他作对一样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失望 他反而感谢神 感谢他驳回他的渴望 然后保持着一个感谢的心情继续前进 几个星期之后 一个比之前的一笔交易更好 而且如果他完成之前的一笔交易 就绝对没办法获得的机会来到他面前 这个时候他真正了解到 之前原来是那通晓一切的智慧体 为了不让他因小失大而做出的安排 如果你可以维持着信心 坚持着决心 保持着感谢 而且每日都以成功的态度 来做到当日可以做到的一切行动 这样每个看似失败的事件 就都会好像这样为你带来更好的结果了 会遭遇失败 是因为你所要求的并不够 请记住 只要坚持下去 被你所寻求的更好的东西 就必定会来到 你永远不会因为缺乏要做到想做的事所需的才能而失败 只要你可以依照我所说的方式去做 就必定可以获得要完成工作所需的才能 如何培养才能并不在这本书谈论的范围之内 不过基本上他和智库的过程都一样这么明确 一样这么简单 不要担心会因为缺乏某些能力而失败 因而犹豫退缩 坚持下去 当你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 自然就会拥有需要的能力 林肯总统因为得到那一切能力源头的帮助 才能够完成前所未见的大业 这个同样的能力来源也都将会为你开放 你可以向那个无形智慧体要求智慧 来处理你面前的种种责任 请以着全然的信心继续前进 请仔细研读这本书 在你真正完全掌握书里面的概念之前 都要随身带着这本书 在你建立这样的坚定的信心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暂时放弃大部分的娱乐 而且暂时远离那些会传播 和这本书内容的观念 互相冲突指信的地方 会对你相当有帮助 不要阅读悲观或者相冲突的文学作品 也都不要和人争辩这一类的话题 请将大部分的限下时间 都用来冥想愿景 培养感谢心情 以及阅读这本书 这本书的内容 就是你对于自负的法则 所需要了解的一切 而我将会在下一章 将所有的重点作一个总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